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我把你家的富贵还给你 以后我们的仇恨一刀两断 几十年前我家里有条蛇 在我家院里北房窗台下住住 爷爷觉得家里住着条蛇总不合适 于是他就把他送出去了好几次 但这条蛇都自己跑回来了 后来我爷爷一怒之下 就把他给烧死了 这样过来二十多年 家里一直不太平 陆续出事我爸爸残了 走路不方便 我妈妈有慢性病 怀的几个孩子都没保住 而我一直身体不好 我爷爷更是不断生病 一场接着一场 后来得了脑血栓 瘫痪了一年 身上的肉都烂了 痛苦万分死得很惨 爷爷去世的时候 正好赶上推行火葬 那时候规定必须火葬 结果他也只能火葬了 说也奇怪 爷爷去世后几个月 政策又改了 不一定要火葬了 后来我想 这不是报应是什么 爷爷去世后 我家的日子还是过得不好 当时不知道是为什么家里会如此衰落 直到有一天 我去逛街 遇到了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 她看见我当场就吓哭了 紧紧抓着她妈妈的手 说我身上趴着条被烧烂的蛇 直到那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那条蛇一直在报复我家 后来通过灵媒 证实了确实是这条蛇在报复 它平时就附在我身上 让我难受 让我负能量满满 直到这时候 为了能化解 我做了很多 但不管我和它怎么和解 它都不答应 就是要报仇 我还曾给它修小妙供上它 买龙身等 但它还是不肯放过我 再后来 通过我的朋友 我接触到了佛法 开始学佛了 但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得其法 直到去年 我真正发起了舍弃自我 为众生做事的心后 我开始吃肠素 为它大量放生 并给它念地藏经 向它忏悔 给它诗识 给它念佛 渐渐地 我觉得自己的状况 慢慢好转起来 这一年多 我是梦境不断 去年十一月 那时候 我念地藏经很精进 梦见我家周围一百四十多米 都是黑蛇和黑乌公 从我家拼命要 这危急的时候 地藏王菩萨来了 菩萨对我说 就这些业障 你得忏悔两年梦醒后 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有希望了 于是我更精进了 后来 我又不断梦到 那个家里被黑蛇 蜈蜈蚣围攻的场景 但梦里那些黑蛇 黑蜈蚣陆续死去 一次比一次减少 一年下来 梦里的黑蛇和蜈蚣 都死光了 我明白 他们得度了 通过我一年多的吃素 忏悔 念佛 念地藏经 时时 放生回向功德 来超度他们 有时候为了放生 我身无分文 没钱吃饭 但我不担心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因为有地藏王菩萨加持 就在一个月前的一天晚上 我做了个梦 梦见那条蛇变成一个古代男人 长得还挺帅的 他来找我 扔给我一条金蛇 一条银蛇 然后拿刀须砍了我一刀 不是真砍 是假砍 须晃一刀 故意砍空 然后他说 我把你家的富贵还给你 以后我们的仇恨就一刀两断了 我以后不会再害你了 醒来后 我觉得 他已经放下仇恨了 很高兴 没想到困扰了我们家几十年的问题 一年多就解决了 真是不可思议 从此我放生念佛就更精进了 这一年多来 我感觉放生的作用真的非常大 有时候会有些意外的惊喜 比如 去年我放生时 为了拍放生的视频 不小心把手机掉在河里了 刚好被路过的一位学佛的师兄看见了 他便布施了我两千元 让我去买手机 真的是挺神奇的 当然 我没有拿那两千元去买手机 而是又把这钱拿去放生了 虽然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但我这一年多来 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喜悦 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木叶偏先感言 其实我们身上有无数的众生 只不过当我们运气正胜时 他们拿我们无可奈何 而一旦我们作恶 走下坡路 那他们就有了可乘之机 很多人面对这种情况 首先想的是抓 打 而事实上 这样做只会加大仇恨 即使当时赶走了 过不了多久 就会卷土重埋 仇上加仇 就这点 李稿老师在脑场的公益讲座里 讲得非常明白 从因果上来说 会害你 是因为我们曾经害过他 都是冤冤相报 化解冤仇 真心忏悔在前 取得谅解 然后不断做功德弥补 才容易让他们自己放下仇恨 心甘情愿离开 这才是永久的解决之道 有能力的 让他们往生极乐 就更好了 恶缘变善缘 当然 后者不容易 需要自己知道方法 或者有高人相助才行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